奉行多富多期的国宝大熊猫竟然已有重振不渝的爱情 1982年大熊猫新星在熊猫救助圣地四川宝星被救助人员发现 第二年便来到重庆动物园生活 1992年院方为新星的配偶发愁 他们精挑细选 选择了年龄相仿来自上海的熊星大熊猫穿穿 两熊属于一见钟情 当年就有了第一个女儿穿星 作为穿穿的固定伴侣 后来穿穿每一年都要打飞滴 来到重庆小住一段时间 短则几个月长则半年 重庆动物园还为穿穿安排了特定的小院 就在新星隔壁 两熊可以隔着一道小门暗送球波 在发情期到来后 两熊的感情会变得更加热烈 作为女熊的新星 时常跑到小门边张望 只要看不到穿穿的身影就会大喊大叫 而作为伴侣的穿穿则 则非常宠溺新星 和龙之前会一直待在对方视线 都要趴在小门边 众所周知 大熊猫是一种多情动物 它们每年都会更换伴侣 并且找对象也都是看对方是否强壮 多富多气的反应方式 让野生熊猫的兄弟姐妹 几乎都是同母一父 然而新星的孩子 父亲都是穿穿 其实重庆动物园和上海动物园 也都曾为两只熊猫 另安排伴侣 然而令工作人员意外的是 两个熊对其他熊都非常排斥 只有和新星见面 高冷的穿穿才会化身小暖男 而新星在面对除了穿穿之外的狂热追求者 则是非常抗拒 哪怕就是被对方打成重伤 也不屈服 2010年 穿穿自然去世 然而他生前离开上海 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重庆 2020年12月8日 新星也去世了 享年38岁04个月 梁熊一共有6个孩子 新星曾在20岁高龄 还生下了他们的小儿子 小小 在俊养熊猫圈 像穿穿和新星这样 一伤一爱 一只熊都是非常罕见的 那么你知道 让俊养大熊猫 产下后代有多难吗 200多只大熊猫 其中只有11只熊性 具有秋偶交配的能力 俊养大熊猫反映后代有多难 在野外 大熊猫的平均寿命只有20岁 而在俊养环境下 大熊猫可以达到38岁的长寿年龄 按照大熊猫的生长来看 它们5岁以前属于少年 5岁到18岁属于壮年 18岁以后 殷尸老年了 然而在它们漫长的壮年时期 这样熊猫的繁殖率却低得可怜 1937年到1990年 人工饲养的200多只 只有11只熊猫 具有反映后代的能力 而雌性中也只有不到30% 有生育后代的意愿与能力 为了提高生育率 各方专家可以说是想尽了一切办法 春季是大熊猫的繁殖剂 工作人员在这段时间最忙 他们需要对青壮年的 雌性大熊猫进行尿液检查 确定是否发情 众所周知 大熊猫发情时间短 一年只有72小时 交配时间只有可怜的12到24个小时 然而现实不仅仅是时间短任务重 俊养的雄性大熊猫 因为活动量太小 所以身体都特别差 都到了连交配动作都完不成的地步 如此我们也就看到 饲养员常常对雄性大熊猫 进行腿部肌肉锻炼 然而尽管饲养员很努力 俊养熊猫的繁殖欲望依旧很低 为了刺激大熊猫生产 专家们想出了各种办法 其中最有效的当属 给熊猫做性教育了 不论男熊还是女熊 到了年龄都要进行教育 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的 当属卢洛和柯林了 有着野外基因的卢洛 通过工作人员的教育 一次次刷新交配时长 和真真自然交配 时长7分45秒 被英国的《每日邮报》这样报道 根据美国网站调查 中国大熊猫卢洛的持久力 已经超过了美国男性的平均水平 哪怕就是典型的新墨西哥州 男性也不过刚7分钟 如果让英国媒体知道 这还远远不是碌碌的最佳战绩 可能还美国黑得更狠 同样的美女熊柯林 成年后正常发情 但却拒绝交配 经过小电视的教育后 当马就想开了 和美男熊永永一夜春宵 然而遗憾的是 那晚柯林并没有怀上宝宝 为了避免这种不确定性 专家又想出了更稳和的办法 为了提高俊养大熊猫的生育率 对它们进行人工受精 为了避免错过交配器 专家们会给发情期的熊型大熊猫 注射镇定器 收集对方的遗传物质 在确定质量没问题后 就会放开那只男熊 然后麻醉女熊 对女熊进行人工受精 为了提高受用率 专家会把不同熊型的精子 注射到雌性体内 全过程只需5分钟 人工受精的方式 直接跳过了大熊猫 自由恋爱这一环节 不用看对眼就可以有孩子 更不用苦心 故意的教它们如何交配 省时又省力 为了尽肯的减少 这样大熊猫 进行繁殖的问题 工作人员还建立了 大熊猫精子储存室 人工繁荣的效果 也是有目共睹的 仅仅用了十年时间 数量就增长了将近一倍 它们被送出过门 几乎遍布全球 其中对于生存能力 强的还会野化 放归野外 当然了 这条路任重而道远 然而对于恢复熊猫种群 还要这样一部分专家 它们采取了 结案不同的办法 那就是保护好 熊猫的栖息地 不过分干预 让它们自己在野外生活 与健养大熊猫相比 野生大熊猫 几乎没有交配男 生与男的问题 甚至到了发情期 也没有欲望低迷 不会带娃的情况出现 它们繁衍后代 都有着自己的规律 受孕率和成功率都不低 对于这两种保护方式 如今很难说清 谁好谁不好 个子娇小性情温室的 女明星花花女士 爱越狱 喜欢养我起座 爱好养鸟的 西之门三太子蒙兰 明年归国的财阀 千金福宝 它们都是俊养大熊猫 俊养大熊猫的存在 让全球更多的人了解到 原来熊猫 是这样一种可爱的动物 它们成为国宝名副其时 而野生的大熊猫的种群 也从上世纪80年代 1114只 增长到了1864只 为此真的要感谢 那些扎根大山的熊猫守护者 它们身上保留着熊猫 最本真的样子 看起来人处无害 性格温顺 从不主动攻击 但是受到冒犯 哪怕是狮虎暴熊 也都敢硬碰硬